HT这款正义联盟的超人是在2018年1月份公布 直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出货 足足快两年的时间 这中间甚至都有比它公布晚却出货快的产品 没办法 谁叫你是DC呢 那不管怎么说呢 也总算是做出来了 那就直接进入正题 包装盒是正义联盟系列的风格 封面就是亨利·卡维尔的真人图片 正中间的logo字样有着反光的效果 不错 有品质感 除了本体之外呢 有个正联系列的标准地台 三对不同状态的替换手型 以及一个眼睛发射光线的呲牙脸头雕 这个头雕就是本次3.0的一大亮点 那么等会儿就来细聊 来看看本体的细节 其实和BBS版本也就是2.0版本相比较的话呢 主要的区别在于颜色上 3.0比2.0的蓝色要浅 还有就是胸前的logo比2.0要小一些 那当然这个也是符合原设定的 电影里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深情和上一款也是一样的 这次在素体上的一个新升级的点呢 就是除开脖子和小腿的范围 其余部位全部都是上了电镀银的 所以通过战衣能看到明显的金属质感的反光 特别是在灯罩的情况下 这个小心思不错 要点个赞 头雕延续了2.0的模具一毛一样 只是在涂装上面更加自然一些 那么问题来了 正脸里超人的头发是往右输的 但是这个因为用了BBS的模具呢 所以头发是往左边输 这个就是偷懒带来的不还原设定的结果 改一下头发也懒得去改了 要批评一下啊 那抛开这些毛病 涂装水平还是很好的 不用担心 接下来看看这个张学友头雕 接下来看看这个激光眼头雕 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挺像的 整个这种呲牙带来的其他面部肌肉的变化 也是刻画的很好 看多了那么多人偶的平静脸 偶尔有这样一个表情比较特别的头雕 也是很有意思的 它的涂装也是蛮好的 眼睛周围的血丝 牙齿的刻画和涂装也挺工整的 除了眼睛没开灯之前 确实很像两颗超级大的痘痘 里面还装着很多浓的即视感 它的开关藏在里面的链接器里 拿出来把它打开再装回去 那其实亮灯之后效果是挺不错的 但也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下 所谓的漏光情况根本不存在 不必太在意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搭配上一个合适的pose 确实还蛮带感的 I still love you 可动器方面呢 头腰的可动还不错 往前往后 左左右右都是有还可以的幅度 手臂平举45度左右 不能完全平举 手肘弯曲90度 腰部的可动中规中矩 侧弯腰也是可以的 幅度不大 腿部前踢45度 后踢就那么一丢丢 膝盖弯曲接近180度 脚部的可动性不错哦 前踢后踢接地性都是妥妥的 那么整个可动性没有特别好 虽然是布置紧身衣 但为了美形度得到保证 各部分肌肉都是做的比较饱满的 所以就没有留太多空位给关节了 不过也是够用了 反正也是战施展示为主 也不推荐关节位长期弯曲 时间久了衣服之间会粘住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次的超人3.0相较于旧款 也确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都是秉承买新不买旧的原则 能买3.0就不买2.0 还多一个新规头雕 性价比也是比2.0高的 OK以上就是HT超人3.0的上手分享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吧 更多日创Vlog和玩具摄影 及开箱分享会在第一时间发布 我是黑板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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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